大家好 我是李双铭 今天和大家讲一讲围墙的风水 那么围墙在风水当中它有什么作用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修建围墙 其实风水当中啊 就是说风水的化解 化解之法 有很多种啊 第一种就是 第二种就是拆 还有一种就是化 要么你把它拆掉 要么你把它挡住 要么你就把它化掉 这是风水化解的一个基本方法 那么围墙在其中起的是一个什么作用呢 起到的是一个挡和化的作用 化它和方位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这个方位是胸方 我们可以通过集来化胸 改变一下方位 那么挡我们可以通过挡住一些不好的东西 那么通过这个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围墙是挡什么 挡煞 它有一个挡煞的作用 第二个就是怎么 吹击 化猛 吹击 我们选择在击房 那么可以起到一个吹击 那么挡煞 它要挡什么样的煞 首先呢 首先呢 我们就是站在这个房屋的门的这个位置 然后看一看前面 这些我们能看到的地方 风水讲 眼 不见 为进 只要肉眼能看到的地方 都是有影响的 除非我们看不到 所以说只要我们能看到的地方 我们都要去看一看 它是吉师兄 有没有影响 危害 有没有危害 那么挡 挡什么呢 第一个 比如说 风水当中 路出现问题 反攻路 直冲 剪刀 像这种就会剪刀 你的房屋是住在这里的 那么这种肯定剪刀了 十字路壳 这种叫十字路壳 反攻路 这是宅 那么反攻路 所以很多种呢 还有邪设 这是一个住宅 路就这样子一下过去了 这叫邪设 它也是不好的 或者说在后面有一个冲 也不好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都是要化解的 那么化解的最好方法 就是挡 因为猜你怎么不可能吧 你不可能 我说把这个路给去掉 你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没有这么大的财力 当然如果你有钱的话 你说我自己花钱 我把这个路改一下 也可以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这个方法是用不上的 所以说只能用来挡 所以围墙它能挡 能挡很多煞 它不光是挡路 还可以挡一些 不好方位的一些水池 比如说这是一个住宅 这是一个门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水池 这个水池是别人的 又不是我的 但是它在一个不好的方位上 而且水池特别的脏 那么我们可以修一个围墙 挡一下 因为你站在这里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它了 它也不会影响你的心情 这个水池有多张 也不会影响你的心情 所以说它有一个挡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就是画的作用 画呀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方位 起到一个什么 改门 改门的一个作用 改门 那么这个改门我们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这是一个住宅 它本身的大门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位置可能它是二五飞到 那么它零二五五黄大煞 或者是它是退气 三臂星呢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三臂星飞到了 或者是七次星飞到了 这个都叫退气之星 并且零煞气 当然我们从八载来看 也可能是五鬼门 六煞呀 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如果门是在这个位置的话 肯定不好 但是我们要在原基础上改门 是很困难的 因为主体它已经决定了 你总不能说我在这里开个门 但这个地方又不能了 不允许啊 这里也不允许 因为主体已经决定了 所以说不可以 而且大门一般是在前方 什么叫前方 就这个这个这个叫前方 看见没有 没有谁会把大门开后面的 如果大门开后面 肯定这个房子修的有问题 所以说大门一定要开在前方 光明正大 我们要走前门 不要走后门 不要偷鸡摸狗的事情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通过修建围墙 我们可以修围墙 我们在外面修一个围墙 修了围墙过后 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门 比如说原先的门就在这里 我们如果再到门开在这里 肯定不合法 不合法 不合风水之法 不合法 为什么 气从这里进来 直接穿入进去 中间没有产生回旋之气 不聚气 这也叫直虫 所以说院落的大门 是不能和主体大门相对的 如果相对的话 这个肯定是财来财去 不管你赚多少钱 最后都会漏掉 那么这种情况 一般是把门开的这个位置 首先这个点是不能开门的 大家要记住 我们可以开这个角 扩这个角 或者是这两边 都是很理想的 那么至于它具体开什么位置 我们要通过坐向来推算 通过坐向来推算 看什么方位极 什么方位修 比如说这个方位极 我们可以开 那么这个方位也为青龙门 这个方位也为白虎门 那么青龙方开门 或白虎方开门 现在也有很多争执 说门一定要开左边 不能开右边 开右边就不好 其实这个不对 我们只要是讲方位 不讲这个青龙白虎 因为青龙白虎 它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一门风水学 就是很简单 水入门级别的 你看现在很多人 只要是稍稍对风水了解 他马上说我知道风水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 我觉得这个都是皮毛 皮毛中的皮毛 根本不算风水入门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皮毛来看风水 我们一定要推算这个方位 具体它是纳的什么气 气分旺气 衰气死气退气 它又分很多种 它又分很多种 所以说围墙的作用 就这两个 那么围墙能不能够随便的去修呢 也不能 比如说你原本的大门 这个大门的这个门呢 就非常好 那么这种情况 我们就不太是不太建议修围墙 但是有些人说 我一定要修一个围墙 好看 并且可以保护院落的东西 不被一些人拿走啊 或者说防止一些动物啊 也可以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修一些像泥巴 这样子的 特明状的啊 用铝合金做的 这种特明状的啊 就是像这种 然后穿起来这种 这个地方可以立一个柱子啊 这个地方可以立一个柱子啊 但中间是空的 因为空的 它是不起围墙作用的 它只是一个装饰的作用 那么像这种能够起到改门作用 和挡风策的作用 它就是一定要实行强 大家能不能听懂 就说如果是空心的 它只是一个装饰作用 它是没有改的作用 也没有什么挡煞的作用 它只是一个装饰的作用 那么这种情况呢 哎呀 我们本身不该露大门 我们就可以这么去做啊 很好 非常好 而且这种也不能挡什么小偷 其实你围墙修 不管你修多高 你都不能挡小偷的 别人存心要偷你 那是方法啊 那么这是一个一个一个方面啊 一个方面 还有就是你的房屋 前面的这个院落特别的窄 特别窄啊 很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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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窄 那么特别窄的情况下 我也不建议你修围墙 因为你修围墙 这个地方就会显得特别的压抑 你一出来过后特别压抑 人住在这里压迫感极强 非常不好 特别是有些人 还把这个围墙修得很高啊 比人的还高 一米八一米九这么高 其实更没有必要了 你只会形成这种压迫的一种感 一种压迫感啊 那么住在这里 对对居住者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它主要是会影响一个人心情 所以在这里的人会越来越小气 心胸越来越狭窄 容易呕气生气 时间长了肯定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么围墙的院落的大小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能够多于你的主体的面积 比如说你主体是20米 那么这个院落必须在20米内 一定要小于20米 能不能听明白 因为院落它是什么 院落是客 院落是客 主体为主 有主客 客不能大于主 客大主叫以下方上 一定不能都太大 所以现在有些人为了追求大面积 然后房子只有比如说只有20米 它外面要弄过30米 这叫客大主小 那么住这样的房子也是非常不利的 你修围墙 其实你修小一点 非常紧凑 人住在里面感觉会更加舒服 你外面出来像一个停车场一样 其实刚开始看起很舒服 其实时间长了 对你没有任何帮助 它会影响到你的心理 不能这么去做 所以围墙面积不能太大 还有就是围墙的墙不能太高 就这个墙不能太高 我的建议就是说 除非是特别需要挡风水的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不要高过我们的心脏 这么高 差不多嘛 这么高就差不多 不要高过我们的心脏 不能比我们的心脏高 我们站在里面尽量能看到外面 不要做井底之蛙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在这个墙体上面 不要弄很多玻璃渣呀 我刚刚讲了 你防不了小偷 别人存心要偷灵 这个玻璃渣算什么 弄个石头几下就敲平了 不要弄玻璃渣 因为这是一种煞气 就像撑翅不齐是一种煞呀 非常不好 不要弄玻璃渣子啊 大家记住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当然可能有人会问 你看起界啊 工厂啊 他都会弄 工厂不一样 这个叫私人住宅 要以静为主 和谐为主啊 那么工厂办公大楼也不能和他们比啊 他们是公共厂 他们工厂的风水 和住宅 私人住宅风水 他的看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能比较 现在很多人装修也把什么 啊 你把这个公共厂合的装修风格搬到家里面去 到处弄的是禁止玻璃 这个就叫什么 不懂风水 而造成了一种误区 不要觉得这个很时尚 其实一点都不时尚 私人住宅以静为主啊 其实强调的是一个静和谐 静和谐两个字 和谐啊 一定要和谐 不管你从什么方位来看 从什么角度来看 这个宅给人带了一种感觉 是一种和谐的感觉 而不是一种带有利器的感觉 那么肯定住在里面会非常不好 那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 好的 今天就和各位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